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的ELEG前煞車來臨的使用心得分享 在之前我有跟大家分享過我的煞車意義的消除小訣竅 在那篇影片裡面呢 我就是把新買的ELEG煞車來臨給換上車去使用了 那在經過這陣子的使用呢 我有些心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就是我使用的這個ELEG煞車來臨 它是比較高階一點 它是紅色包裝的 那它是金屬燒結來臨 它並不是陶瓷煞車 那在之前我在騎T1的時候 其實我用過Frando它粉紅皮的那一個陶瓷纖維煞車 那在T2上面其實我是用過雞排的 然後原廠的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ELEG 在前面的部分 在我的前煞車來臨 就是有用過這三種品牌 以我自己的使用心得來講呢 ELEG煞車皮 我給它評價是 如果你是一個很樂趣的騎士 那這個煞車皮非常適合你用 那如果你是像我一樣就是 會到處跑 然後這台車也是通行車 在市區或是這種郊區使用比較多 跑山路或是出遊的需求沒那麼重的話 那我是認為這個煞車皮 其實有點稍微的大材小用啦 但是其實是沒有人在嫌煞車不好的 所以我是覺得說 如果你想換這個煞車皮 我也是非常的推薦 那它有幾個特點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就是 它在冷車時候的煞車表現 其實也是稍微可以接受的 雖然說它不像原廠的來臨 它在冷車的時候 就是煞車皮溫度還沒上的時候 它就蠻利的 但是這一塊ELEG煞車皮 它在煞車溫度上來之後 像之前我有去跟大家分享過 我跑台7嘛 或是去跑佛陀世界等等的 那這一塊煞車皮呢 在這種使用環境下 如果我有在抄架的話 它在熱開之後 它的反應是更好的 也就是說 這個煞車皮啊 它是要有一個工作溫度 它的煞車反應才會好 那如果在你的工作溫度 沒有到達之前呢 它的煞車反應其實 跟原廠比是差不多的 甚至可能比原廠差一些 那在機排的部分 它就是比較均衡 機排的煞車來令 是這三種來令裡面 我用過表現就是比較均衡的 然後在這一塊伊力格的煞車來令啊 我就是認為說 你要把它抄到一個工作溫度 才可以發揮出這塊來令 它的價值跟它的性能啊 那工作溫度是多少 其實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一個 就是測溫槍可以去量測 但是 以我自己使用而言呢 像台7可能就是 跑個一趟下山 一趟上山 就差不多很熱 然後 它就可以發揮它的工作效能了 像之前我還有去跑過東眼山嘛 那個時候我還不是用伊力格 我還是用原廠的來令 那那個時候 我就覺得說 原廠來令在後期 它的自動表現 就是會稍微 感覺有一點點的衰退 那之前一開始 其實我是用原廠的 後來換機排 然後又再換回原廠 很多人都說 啊你幹嘛 從機排換回原廠 機排你不是說 均衡性比較好嗎 因為 那個時候 我是剛從 上一個工作 換到這個工作來 那那個時候 我就認為說 因為我的工作現在都是點對點嘛 距離不長 短距離的移動 所以說 我就想試試看 原廠來令 可能會比較適合 可是後來我發現 原廠來令 它的 金屬顆粒 是比較大的 它是比較刮碟盤的 所以說 後來 在做更換的時候 我就是 又再回去看 是機排呢 還是要換伊力格 那最後我是選擇 伊力格的來令片 目前 它的耐用度如何 我還是不知道 但是 以使用狀況來講的話 冷車它的表現秤值 那熱開之後 它的表現更好 所以 如果你是 有在 激烈抄駕的 車友們 我是認為 伊力格的這個 紅皮煞車皮 你是可以考慮 那 之前去氣配展的時候 他們家的 就是解說員 他有跟我介紹說 他們家其實還有一個是 綠皮的 那之後 可能我會看看他們家 有沒有給T2用的綠皮產品 因為他們家綠皮的產品就是 他的 怎麼講 他的工作溫度 他的要求稍微沒那麼高 他的工作溫度 可能會比較低一點 他不像這種 比較進氣用的煞車皮 他要到比較高的工作溫度 他才會 百分之百的發揮出他的性能來 所以 在下一次 我可能會用 綠皮的試試看 或是說 再改回去用機排的 那整體來說 如果你是 有那種 假日 不跑山會死掉 或是很痛苦 或是說 你有雙載的需求 因為雙載你的煞車使用的量 也會比較大 如果你有雙載的需求 或是說 你家就一定要去跑山 不跑山會很痛苦的那一種的話 那我是認為 你可以用用看這一家的來令 然後是用紅皮的 那如果你是像我一樣 就是平常 多數是郊區 或是通勤的話 其實 我是認為你可以參考看看 機排的煞車來令 對 那這兩家其實我都覺得做得還不錯 那原廠的來令 我也覺得是還可以的 以原廠的表現來講 它是可以的 只是 相對而言 我是覺得它的顆粒比較粗 可能會比較刮疊盤 所以這三種來令要怎麼選呢 其實就看大家 那我自己 目前就是 如果你是通勤的話 我就是推機排 那如果你是 操架比較 操架需求比較多 然後有雙載的需求的話 那 ELEG你可以考慮看看 好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 煞車來令新的分享囉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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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